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表示自己之所以拒绝入榜 就是因为个人认为中国的童书销售泡沫极大 甚至和不法行为有牵连 他声称有一些童书的作者打着讲课的幌子 和书店学校勾结起来 进入学校占用学生上课的时间来向学生兜售童书 郑元杰认为孩子看书应该是自己选择的 他同时呼吁要净化童书市场 并且炮轰一些上榜作家进校园授书 是有违反义务教育法的嫌疑的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都看过很多的童书 由我们带来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那现在发现呢 也许在不经意之间我们就被套路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转发留言评论告诉我们 对此有什么看法